大众电信PHS由于经营不善 目前全台仅有一家门市 并于五年前申请重整计划 今天上午召开了记者会 表示已经向主管机关NCC提出了申请 要将PHS系统升级为XGP系统 并强调重整计划没有停顿 希望能够引入资金力挽推势 强调一样可以触控操作 并与现有智慧型手机系统接轨 上网速度也可达到4G标准 这是PHS系统希望引进的 下一代升级网络XPG系统 现有的过去十年来 两万多个基站站点 微型基站站点的资源 用SGP的技术可以大量的发挥它的效益 大众电信周五召开记者会 强调重整计划仍在进行 并希望透过升级计划 引入资金后力挽回事 所以我们认为要透过重整的方式 改善公司的一个财务结构 然后让需要第一次坡 或低功率的通讯系统的用户 能够继续 有这样的机会继续使用 大众电信表示 目前正在对外募资 依照情况 最快将可于第四季提供XPG服务 但由于目前重整期间 用户流失到只剩下70万户 后续重整情况仍待观察 新台电视沈威彤 台湾台北报道